明年起农委会防检局将取消荔枝春象卵片的收购计划 而彰化县政府为了避免虫害蔓延 特别与中心大学、彰化师范大学 还有业者共同合作 配合无人机这项科技 针对肺根果园以及荔枝春象的热区 来进行空中喷洒药剂 除了精准防治 也避免造成环境污染 还有农药残留的问题 那我们这个无人机在喷 鱼龙眼与荔枝果园 以无人机喷洒友善环境资财造素 来防治荔枝春象 县府与中心大学、彰化师范大学及业者合作 在八卦山沿线的乡镇市农会的配合测试之下 地方认为成效还不错 最近彰化县长王惠美也特别到社头厢 关心防治情形 我们中华内心园有1,000公斤 我们的营营营营大概有670公斤 过去因为荔枝春象的关系 所以都有一些影响到产量 政府在过去几年都有针对我们的叶片跟成虫 有做相关的一个补助 那他也宣布说在明年 他开始就不补助这些部分 我们唯恐这个荔枝春象继续繁殖 所以现在采取用我们的这个 无环境影响的造数的部分 来做相关的喷洒 张花县是国内第五大荔枝产区 第六大龙烟产区 政府过去已收购软片 及成虫政策 减轻荔枝春象繁殖 不过明年农委会将不再收购软片 张花县长王惠美表示 县府透过产关学合作 以无人机喷洒造素 期盼共同防治虫害 增进农民收益 经过这三个月的一个测试 也找出最佳的一个这个比率 那我们舍头这部分 也已经有50公顷的一个 这个喷洒的一个这个 用无人机喷洒的一个这个测试 那效果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所以我们会在来年 大概在二月的过程中 会把我们所有的这个 荔枝园跟我们的农园园 做一次相关的一个喷洒 来防治我们的荔枝春象 希望我们来年的这个荔枝 跟我们的熔岩 都有很好的一个收获 王惠美指出 过去使用人工喷洒药剂 高的地方喷不到 且药剂可能会影响环境 现在包括从前沸根 没办法进去的地方 都可以透过直保机方式 进行喷洒 达到防治作用 记者雄心仪彰化线采访报导